好啊 再休息十分鐘 等一下 如果沒有來就算了 這邊是誰 在上面 好 我們繼續開會 向大會報告 本期經民政委員會的 議員同事的推舉 那就當105年的 民政委員的召集員 絕不會中 中途離席不做 大家安心開會 好 謝謝 首先我們 在樓上 有這個高雄市公共事務 發展協會 參觀聯事 有7位 領對序民是方怡婷 研究員 我們跟他掌聲鼓勵 好 我們下午開會 我們 就請 第一個發言 我們王議員 十五分鐘 謝謝大會主席 也跟大會主席恭喜 召集人 今天是 民政部門的 業務質詢 那民政部門的 各位局處長 以及單位主管 以及議員同事 還有 媒體記者女士先生 還有所有的市民朋友 大家午安 有關今天的民政部門 那本席也針對 我們民政各局處 需要 來加以 加強服務的 以及加強配合的 來讓我們大高雄地區 所有我們的市民朋友 以及地方 需要 我們民政 各局處 來協助 來處理的 那首先 針對民政局方面 那本席 要了解 我們目前 那個 兵葬管理處 兵葬管理處 在做火 在收取火化費用 當然在去年 就是在上個 去年的定期大會 第二次的定期大會 那本席以及 很多議員都提到 這個火化的收費 從九月份開始 那這個 在之前 是完全 高雄市民是完全免費 那 在 在上個會期 那局長 跟處長 也有來做承諾 那就是要在這段時間 實施完了以後 要做檢討 需不需要 來把費用 來做減免 或者是再予以降低 所以這一方面 是不是請我們局長 來做答覆 好 局長答覆 好 謝謝主席 那也謝謝王議員 對於我們 冰葬火化收費的 這個事情的一個關心 我們從去年 我們推動這個 冰葬火化收費 因為在最早之前 因為其實 我們是要鼓勵火葬 那當時其實火葬的比率 相對是比較低的 但是現在 已經大概十幾年來 我們現在大家 已經對於火葬的一個觀念 多數都能夠接受 所以我們以目前來講 大概95%以上 都是用這個火葬 在進行 對 所以等於就是說 我們這個推廣 跟這個支持的 這樣子一個 這個 誘引比較沒有了 所以其實我們回到 希望就是說我們還是會 跟我們的這個市民 做這個收費 但是我們這相關的收費 上次議員有提到 所以其實我們也針對 整個火化收費的 一個一個一個 那個成本結構 去進行計算 那其實坦白講 一具火化的成本 大概要4300多塊錢 那我們公司是收3500塊 那非涉及的是1萬塊 那這個價錢的訂定 其實我們有考慮 也有去看屏東的 也有去看林洛的 然後歌曲 這都有去看 那我們甚至有討論 去看那個 那個台南的 那其實我們的整個 火化收費的金額 也是我們這南部幾個縣市 參考 北高 我們都是比較低的 所以我們大概訂出來的是 3500塊這樣 局長 那可是在 上個會期 那本期也有提到 台北市 是 台北市它 台北市的火化費用 好像才1000塊吧 1000元吧 是不是 台北市 應該是2000塊 2000嗎 對 那新北市多少 那是跟議員報告 雖然台北是2000 但是他們也要修正了 他們也要修正了 所以 所以 就是在 在整個 如果說我們跟屏東啊 跟其他地區 比當然 我們收費會比較 比較低 可是相對 我們要針對六都嘛 六都 像台北市 新北市的收費 都比我們低啊 他們也要 所以剛才有跟議員報告 我們現在得到的資料 其實他們也來觀察我們的 其實大家都有討論 可能在成本效益上面 那我現在要問的就是 那我們有沒有辦法再調降 跟議員報告 我們 我們剛才有跟議員報告過 我們一區的成本是4300多塊 我們就用成本 都不好意思用這樣講 但是4300多 其實我們已經每一區大概在優惠 大概850塊錢 這是針對我們的市民的部分 但是我們還有針對比較特殊的 譬如說我們針對我們的非吉日 我們不是大小的 我們還有減半收費 然後還有我們針對我們這個三天 三天內火化的 這個部分我們又能夠免費 還有我們 還有那個低收入戶 我們也是一個免費 低收入也是免費 對 那中低呢 中低 中低 中低減半 中低是減半 中低是減半 中低是減半嗎 那處長 我看處長比較了解 我看處長答覆比較 來處長你答覆一下 來處長你答覆一下 平常管理處的處長你答覆 我給那個議員報告 有關這個混化爐的事情 我們有去徹底的檢討 而且去拜訪過 像台中市 去瞭解台北市 現在目前 若以都來比的話 台北跟新北 他們都是兩千塊 但是他們制定法令的時候 是在民國七十幾年 將近八十年 那個時候 那時候物價水準 跟我們現在是有差距 然後他們目前我們所知道 他們一直想要檢討 因為他們不符成本 那我們的十八月爐具 是今年又剛完成 從去 我們之前都沒有再收 那因為已經普及化說 我們剛剛 我們有一個官員是 怎麼說 使用者付費原則 所以我們訂出了四千三百二十五塊 那四千三百二十五塊 我們又 基於那個 對市民一個 一個 就是一個照顧 我們想說 乾脆來個四三千五就好了 我們減到八百多塊 這個是成本價 比成本還低 我知道 這個在上個會期都討論過 那台中市多少 台中 台中我記得 他好像是三千多塊 三千多塊 我印象 因為我現在 不太記得 我最主要是跑去台北 跟他們做比較的 好 那這樣 那跟 就是本席還是一樣 跟局長 跟處長 你們 來討論 看也是把它 再做調降 因為三千五是 在上個會期 大部分的議員都反對 那你在做調降 看是要調降多少 當然 你們 有一個計算 計算公式 那現在 現在我們 可以說 優惠 大高雄的市民 有時候 有時候 你說 他的多了一個支出 針對 相對 因為他的一個 商賬的費用 又多了一筆費用出來 所以在 在這個有關火化的費用 也希望說民政局 跟我們 兵葬管理處 你們在 會後再去做檢討 看有沒有調降的空間 那還是再 再把它做調降 好不好 好 好 另外 處長還沒有 那 在之前 那 有很多議員 也都到 到 高雄一邊 一邊那邊去參加工具 幾乎都很平常 那 那 本期也有去過 齁 在我們 那一個 在停車場那一邊齁 停車場那邊 比較 髒亂 可能會有一些 瓶瓶罐罐 或者是有家屬 他 他就 隨意亂丟 所以 像這個也要 做一個改善 因為你如果 造成環境髒亂 我們 大高雄七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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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看起來 有一些髒亂點 所以這個 我們 兵葬管理處 這個應該是屬於 我們兵葬管理處的 這個 清潔工作 是的 不是由他們 不是由他們 那個 兵葬業者 他們自行去清理 還是我們統一 統一來處理 是不是這樣 給議員報告 如果是園區內的 有關車道 停車場 停車場這一塊 是我們有委外要來 做一個清理 那這塊 我們會加強 這一點 那就加強 不要讓 讓垃圾 看到 那也是 看起來也是覺得 我們高雄市 這個環境 不能 不能被打折扣 好不好 好 來請坐 那第二點 有關登革熱方面 當然在登革熱 整個大高雄地區 我們也是一個 非常嚴重的地區 在整個台灣 高雄市的 登革熱的 每年登革熱的一個 一個 發生率 幾乎 都是每年都會增加 那在 那在整個 如果在家前 屋前的排水溝 當然有 環保局 有清潔隊 清理 那在屋後溝 屋後溝這一個區塊 在去年 去年我們民政局 跟區公所 它有一個 屋後溝的清理 它就是 有一些 登革熱的防治 經費 它有用在屋後溝 這個成效還不錯 所以 今年 又到了 也是 又在 登革熱的這個 這個季節 也是非常嚴重 那在整個 屋後溝的清理 我看 各區公所 他們也是 也是 一直在 在想辦法 看要怎麼樣 來 來加強整頓 所以在屋後溝方面 是不是請 民政局 局長來答覆 看屋後溝 是不是也是比照去年 也盡數 來把它做一個 做一個清理 好 局長來 謝謝主席 謝謝王議員 對我們去年 整個屋後溝 清理工作的一個 肯定 那的確其實我們去年 再跟衛生局 再跟環保局 我們集體跟這個 中央去申請相關的經費 來協助我們做這個 屋後溝 清書的一個工作 那在去年一共完成了 35萬公尺的這樣一個 長度的一個施作 所以我想其實也可以 讓大家感覺到 其實我們在整個 環境清潔方面 對登革熱房子的一個決心 那今年呢 那當然今年我們相關的經費 我們還是由這個 會跟那個環保局 跟衛生局 我們一起集合 然後會有一個計畫 然後希望能夠跟中央 繼續能夠申請這樣一個 登革熱房子 特別是在清潔這一塊的一個作用 那它整筆錢 它其實包裹在一個方案裡面 區長 那個環保局 它是 它是不處理屋後溝 這我們會處理的 對 是民政局公所 由公所這邊來執行 所以今年 也比到去年 那也緊述來把 各地區 區公所 38個行政區方面的 這個 屋後溝的方面 來做加強的清理 好 這個我們會來執行 好 謝謝 那當然 剛剛 剛剛那個 也要跟 民政局這邊 來加冕 因為 每一個行政區的區公所 以及 負政 他們的效率都 都滿不錯的 所以在 在很多我們市民朋友 他有感受到 現在 縣市合併 升格以後 區公所 以及 負政 他們的一個 一個辦事 以及他們的一個 反應能力 所以在這裡也跟局長 來這邊來做一個 肯定 當然 也要繼續 因為這個服務工作是 持續性的 公所跟 附政那邊 來 繼續來加強 好 謝謝 另外在 一九九九方面 一九九九 這是我們的 衛民服務系統 也是 全台灣 都是這個一九九九 當然這個一九九 我們設置一九九九 有什麼 就是有它的必要性 以及它的時效性 在高雄市方面 我先來了解 我們一九九九 我看 我們這一份 業務報告 從八月份 去年八月到今年的三月 總共有六十萬六千五百一十通 那我要了解 那那麼多的 這個 這個電話裡面 這個一九九九的報案系統 那實際上 我們有 處理完成的 有處理完成的 有多少 有百分比多少 然後還沒有處理 或者是 有一種 已經 被耽擱 或者是 就好像 沒有處理 沒有處理也沒有 讓民眾 來了解的 這個 有沒有一九九九 我們研考會 有沒有這 做這一方面的 後面的一個加強查契 或者是一個追蹤 來請我們主委來答覆一下 好 主委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我們有 一九九九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都有追蹤 我們也都有錄音 那 剛剛議員講到說 有沒有完成的 其實 我們每一件都會完成 除非有 有一種例外 就是 它打進來 是 比較屬於無理取鬧 很多 那個拎單別論 那拎單別論 其他的 我們是一定要處理的 而且我們還分類 有些 有幾個列別 是要幾個小時值 是用24小時去服務的 那有沒有把他追蹤事後 你們有做一個 做一個看比 統計的分析 統計分析 那完成率是佔百分之多少 完成率 我們統計可以 再送給議員 那我們完成率應該是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 你把一些相關的數據 那朋友也給本席 我要強調的 就是因為有市民朋友 他就是因為1999的系統他已經爆了 甚至還有爆第二次 第三次因為就是沒有去改善 沒有去改善 爆第二次第三次 就好像有一些 有一些什麼野狗野貓 造成了他的一個 一個環境的一個影響 當然爆了以後 甚至還有爆第二次 還有爆第三次 像這個 這個就是因為沒有處理好 最後就來 來議員服務處 我們也就 緊述跟相關單位 來做處理 看怎麼樣來解決 如果有 如果有少數 第一次處理不滿意 再來爆 我們會再度去處理 但是如果有 好幾次都沒有處理好的 那如果有這樣的個案 請議員交給我們 我們來查一下 如果說有 超過兩次以上 報案的大概有 比例有多少 這個目前 沒有 沒有統計 沒有這樣的一個統計 不過議員如果個案 請交給我們 我們來 來調查一下 好 再來兩分鐘給你 應該 像 剛剛本集所說的 所謂完成就是 他打電話報 通報了以後 那我們有處理 那處理你們有追蹤嗎 有跟各 承辦科嗎 跟各局處嗎 是 聯繫完了以後 他各局處他有沒有 跟研考會回報 有回報嗎 所以你們那邊就可以 做結案的動作嗎 有些 有結案 可是實際上 並沒有完成啊 這個是我們很慎重處理 我基本上是應該 百分之百完成 但是如果有個案 真的是發生的話 請把個案的這個 交給我們 我們來調查 好 那本集也把一些相關的 如果有市民朋友 那我就 叫他把 看他報案的 通報的時間 以及他的內容 再交給 可以 主委 不能夠讓 讓我們的1999 沒有 沒有發生那些 那些 就是有一些 時效性啊 或者是有一些 效率不好 那這樣對市民朋友 他在說這1999是在做真的 做價 是不能這樣 當然 所以在這一點 也希望 研考會這邊 來加強 這一方面來加強 謝謝 感謝主席啦 再度給主席恭喜 謝謝 好 我向大會報告 開會期間 如果要方便去便宿 自行就去 然後 晚 就盡速回來 這樣讓你們更方便 好 接下來我們請 劉德林議員 十五分鐘 會議主席 我們林武中 我們林召集人 在場的這個我們的 設政部門的各局處首長 以及今天列席的所有的 我們各區的區長 還有我們今天 關心高雄市市政的所有的市民朋友們 大家午安 首先呢 也針對的剛剛的問題的做一個延續 殯葬處處長 主席我既問既答 教導人就起立啊 好 殯葬處處長 請教一下 延伸剛剛那個 我們 殯葬處 在去年 九月份實施來 這個 收費 這個 每一句 大體三千五百塊 請問他的法源依據 是依據什麼樣的法源 來這個 向我們市民來 收費 給議員報告 我們是根據那個 那個 有關那個 殯葬設施這一塊的那個 收費標準這樣子 殯葬設施 你講清楚什麼樣的殯葬設施的 收費標準 是什麼樣的辦法 還是什麼樣的條例 是什麼樣的一個 第幾條 還是殯葬辦法 就能夠把這個隨便帶過去了嗎 給議員報告 我們是高雄市公立殯葬設施 收費標準 這樣子 收費標準 對 是辦法還是條例 他是標準 這也是寫標準 標準 他的標準是 有授權給你們 這個殯葬出來 直接做嗎 這個是我們那個 你根據的這個標準裡面 第幾條 第幾項 第幾款 歸廢法 歸廢法 你坐下 法治市 法治局局長 這個部分你可不可以代為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應該是高雄市殯葬管理自治條例二十九條 第二項規定 第二項規定 授權規定 授權 我們來講的話 局長 是 我們明確規定的話 人民的權利 跟義務 是不是應該法律來定資 但是這個是自治條例在授權去做收費的標準 所以基本上 所以說當你們把這個殯葬的一個 要去收費的這個 是否應該做一個總體的一個 統稱的總數 總額 然後程序 一步一步的計算 然後送交議會來做一個討論 然後我們來講 加強法定的一個主體的依據 我們剛剛不是強調嗎 人民的權利跟人民的義務 法律定資 是不是局長 請坐 平常處處長 我沒有讓你坐下啊 聽到了沒有 人民的權利跟人民的義務要法律定資 你這部分來講的話 你當你定資公告之後 你所實施的一個被查 我在想 今天高雄市市議會的一個組成 也就是民主的一個最好的一個殿堂的一個監督機制 那你今天來講的話 如果說都是以這個樣子也好 你包含污水處理也是一樣 你屏障這個收費也是一樣 那你設置高雄市市議會 你把高雄市議會 作為監督的一個主體的最高民意機構 這個部分我在想是大家不願意見到的 所以說今天來講的話 剛剛我們也提到 所謂台北市新北市跟台中 在兩千塊錢的一個主體 你剛剛講說還是很便宜了 今天不是便宜跟不便宜 這都是你在講的 今天高雄市市議會 作為一個監督者的議員 他是不是應該要了解 當你殯葬處所做的一個主體的一個收費 是不是應該依照你的一個標準裡面 雖然這個條例是通過的 可是這條例裡面 你要增設收費標準的時候 你還是應該要回歸到 高雄市的一個最高民意監督機構 是不是應該這樣 給議員報告 是不是簡單回答 我們是依照那個規費來制定的這樣子 所以說未來 本席在這個上個會期之後 你有沒有接待我們議會 有大多數的議員做了一個提案 正式的提案 有沒有交到殯葬處 這個殯葬處針對了這個提案 有沒有對於本席一個政府的 跟高雄市市議會正式的一個含附 希望整個的一個所有的 焚化的過程的 的一個套換 符合環保的一個 這個過程當中 現在已經完善 當然使用者付費 我們不反對 可是使用者付費的一個前提之下 你必須 按照法員的依據的精神 來做 可是沒有看到你殯葬處 有沒有說到本席跟我們高雄市市議會 正式的去含 告知我們殯葬處 應該要把 所謂的收費標準 做一個 計算送到議會來 有沒有 報告議員 我們是 我所知道是 目前我知道是沒有這樣子 而我們只是根據那個自治條第29條 拿來訂定規費的 訂定規費 那個是自治條例的訂定規費嘛 可是你訂定規費的 這個實質的一個規費的金額 跟規費的一個總據 要到議會來作為一個審議的一個依據 我剛不是告訴過你了嗎 雖然是條例裡面通過 可是你所訂定的一個錢的問題 所謂的經費 這個錢 你要跟百姓收錢 你是不是應該要經過法律訂支呢 你在這一個項目裡面去訂支 之後送議會 給議員報告 那我們在以後再訂定這個規費的時候 我們會把我們訂定規費的一個標準 然後來送議會備查這樣子 送議會備查 你到現在備查 我們都不了解 你到底是備查還是審議啊 那個包委員 因為這個 我上次已經提案高雄市市議會 跟高雄市市政府 告知 優斑人民的權利跟權益 跟那個 義務 都要用 未來都要法律訂支啊 你們都用這個備查案 那以後設置高雄市市議會幹什麼 所以說這部分來講 突顯了一件事情 突顯什麼事情 我要讓高雄市市民知道 我們污水處理費 也不經過高雄市市議會 我們殯葬的一個 這個殯葬條例裡面 所規範的 就是說我們這個收費標準 收費的金額 也不用經過議會的討論 也不會要經過議會的 那今天設置議會幹什麼 我們實質的 身為高雄市市議員 我們怎麼樣跟兩百七十七萬的市民做交代 所以說我要講得很清楚 我們在選舉前大家都知道 當我們市政府高喊的時候 我們議會要過半 高雄市的市民要了解 當議會過半的時候 這種核等的權利就是帶動的核准的 核等的傲慢 連這個傲慢要從百姓口袋裡面 拿出這個錢來 我都不屑告知你高雄市市議會來審議 那今天來講 在高雄市市議會 今天所有監督的議會的議員 情何以堪 是不是 你未來不要說三千五 你說三萬五 高雄市市民也要接受啊 這不是亂了嗎 不是今天議會的 人數 議員的人數 多寡 都是應該是這個 照法定的程序 做議決 我在這邊再次強調 我們怎麼樣計算出來的這個金額 我們換爐了這個總經費是多少 據我本席了解是一億三千萬 在一億三千萬裡面 怎麼樣做一個平衡 平衡式的 為什麼 百姓一直講 為什麼要三千五 就像我們新北市 台北市 台中 可不可以兩千 可不可以一千五 可不可以兩千五 可在未經高雄市市議會的審議 沒有看到主體的一個機制 我今天必須要凸顯這個問題 我希望待會局長答覆的時候 把這個部分 第一個 我們什麼事情希望法治化 你請坐 我們法治局局長 局長 本席剛剛所陳述的 我們期盼在法治局未來 針對的我們所有的一個條例 裡面所攸關 要跟市民收費的 我們都是不是應該要完善一點 經過議會之審議 這個部分 我希望你身為一個局長 對於法員的依據 我們當然 身為高雄市的市議員 也是要必須依法監督 我們高雄市市政府的所有官員 也是依法行政 本席在這邊所凸顯這個問題 希望在污水 這個征收辦法 我們也可以看到 他是用下水道的一個征收辦法 一個辦法 所以未來我們希望 在我們整個的一個監督跟督促 我們希望回歸 我們回歸什麼 回歸依法監督 所以說 你們行政單位 是否在你的一個 督促之下 未來像這一類的事情 能夠在你的一個監督之下 先做一層 一個法員的一個教育或者也好 我們把關也好 我們這樣子 對於整個高雄市的一個未來 會更好 請局長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那有關於收費標準的部分 我先跟議員 解釋一下法律的位階 依照地方制度法 剛剛議員沒有錯 您剛剛講的創設 或限制剝奪居民的 相關的權利義務 是要用自治條例來規定 那這個部分是要送議會被 就是三讀 但是呢 如果經過 這個議會通過的自治條例裡面 有授權 依照規費法 或者財政部相關的解釋 有關於各地方的收費標準 可以用自治規則來定 那如果是基於自治條例 就是經過議會三讀 通過的這個自治條例 已經三讀通過以後的授權 定出來的規則 也是法律 當初所送進來的時候 所謂的這個收費標準 他並沒有制定收費標準 當我們條例通過的時候 他所產生的 你們行政單位必須要收費的時候 這叫收費的時候 我們回頭 制定完了之後 送交議會來做審議 這就是未來之前 如果不是這個樣子 之後我們希望這個樣子 而也經過本席政治的提案 要求高雄市這個行政單位 要來做正式這件事情 我希望是這樣 不是因為我們兩個之間在這邊 所爭執的點 我們兩個在那邊 在做一個主體的論戰 不是這樣的 我希望是這個樣子 能夠達到的一個相對的一個監督制衡的一個問題的一個凸顯 好不好 那跟議員回覆 就是說 未來各局處在制定相關的一個法規的時候 這個部分我們大家在一起演繹看看 尤其我剛剛強調人民的權利跟人民的義務 我們未來這個部分要正式 好不好 你請坐 平常處處長 我再請教你一下 高雄市在我們第二屆的時候 我們第一個會期 我們就這個市長所提出來一個重大的一個政策 也就是我們的整個副頂金的簽 這個簽障案 這個部分來講 我當時在通過的這個 我們這個預算裡的時候 我是強調的要求 要求市長做這個這個政策跟這個計畫 是非常我們也認同 可是我們來講 我們不希望就是說 在市長的任內 我們希望在市長的任內就給他執行完畢 而不要跨一個人家的 人家如果起來當市長 換上下一屆的市長 不要跨他的任內 所以說我們一直要求兵障 在經費上面也補足了 給兵障處也給民政局 我希望在這上面來講的話 你們的進度現在是怎麼樣 給議員報告 我們目前的進度就是 今年的6月我們將開始第一區 也就是A7的取決 目前進度都符合 我們預計在107年全部取決完畢 取決完畢 現在進度到哪裡 進度就是我們B區在公告 A區6月開始發包 6月發包在整個過程當中 你這個部分來講 本席啊 你知道也有接受到人家的一個檢舉 我希望這個發包 是什麼樣的發包過程 給議員報告好 我們的發包是公開招標 公開招標然後評選 評選 是 是評選還是公開招標 公開招標公開招標 要踩評選制度 公開招那你還是評選嘛 對不對 瓜田裡下嘛 你就是一個評選嘛 評選現在已經 從 主席再兩分鐘 好 兩分鐘 從這個歷屆的看看這個 這幾年 所有評選的問題都出現很多啊 所以說本席在這邊 再次的對你做出來一個 重要的一個 希望你能夠很大的警覺 政風處處長請坐 處長 我請教你工作報告裡面啊 工作報告裡面你所列出來了 你政風處到最到這個工作報告裡面 你對於不法查查 你是沒有數據還是怎麼樣 我們完全都符合 剛剛市政府就如你所成 陳如你所講的清廉 是我們核心價值 核心價值 難道這 在你主政這個 這個 政風處裡面 是完全都沒有問題的嗎 有沒有 請當 謝謝主席 謝謝劉議員 我想有關於查查這一部分 我們在今年度來講 一百零五人 我們有 這個機關來講 有韓宋的八案 這一部分當然 在中空單位 在這個地方裡面 韓宋的八案 韓宋對不對 那在這上面來講的話 是不是在工作報告裡面 必須要列入 韓宋的主體的 主體的一個項目 相次 我不希望說 我們當然 有的時候是偵查不公開啊 或者你已經移送的時候的 這個偵查的一個項目 是貪圖 我們 對不對 當然 移送 不代表 是有罪 無罪推論 可是今天身為 剛是市議會的議員 要監督 總是要了解吧 這個跟議員報告 因為這一部分的資料 大部分都有各個集處 有政風單位 然後依據他的 這個 所違反的事實 不一定是公務員 包括一些 參與的一些業者 那他移送的過程 要不要 移送的過程 要不要經過 我們政風處 如果在機關來講 他有政風單位 他會簽報給首長 有機關來 是 那首長要不要到政風處這邊 處理完了 會報到政風處來 那機關就可以移送了 那你這邊 還是總處在這裡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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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一部分的資料 事實上 是 是 是 好 下一位我們請 喜慧議員 15分鐘 謝謝 謝謝第一召集人 林召集人 那還有我們各單位主管 各位媒體女士先生 議員先進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想先要來請教我們 民政局的張局長 本席記得在去年會期的時候 本席特別有去提到一個 基層經常聽到的民怨 過去呢 還沒有合併之前 那我們的鄉政啊 都還是有民選的地方的首長 就是鄉長 鄭長之類的 那合併之後 當然現在都 都改為區長制 就是官派 那當然相對區長制 因為他不是透過民選 他也沒有所謂的 選票選民的壓力 就是一般的公務人員 的一個資格 但是問題來了 過去呢 鄉政長任內的時候 因為自己 的區域可以編列自由財款 自由的財源 可以編列 所以呢 舉凡我們一般 市井小民最重視的是什麼 我們的路燈 路書 路頂 路秋 這個對我們的小市民來講 是一件很大的事 但是對公務人員來講 或許這是一件非常小的事 結果安管市下邊了 這樣的一個修檢路數也好 修理路燈全部都已經納入 我們公務局的養工處 但是根據本席的了解 我們養工處的人員 編制根本不夠 所以呢 我們 我們的高雄都 總共啊 有三十八區 尤其啊 原本的高雄關啊 土地面積有夠大 在編織不足的情況之下 經常民眾 不管是透過我們區公所反應 里長的反應也好 或者是打1999也好 經常為了要修檢路數 修理路燈 要耗費多日 但是過去 只要直接告訴當地的 可能鄉民代表 村長或是直接給 反應給鄉長 可能很快 搞不好一反應 馬上就可以來修理 除非是材料上有出了一些問題 所以本席要請教一下我們的民政局 局長 在去年會期的時候 本席特別去提到 包括在議會裡面我也特別提案 我希望能夠把 路燈這方面的修理 感覺看似小事 能夠把這個權力下放 到我們現在區公所 我們只要直接把這個經費 到我們區公所裡面去 全責下放的情況之下 第一又可以減少我們 養工處的一個人力不足的問題 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一方面又可以縮短 我們服務選民 服務百姓的這個時效性 又可以增加他的時效性 何樂而不為 但是我所了解 我們的公務局局長 他好像不同意 我記得自己下 我們的民政局長也跟我講 說你會溝通這個事情 請問局長 經過一個會期的已經半年了 這半年你溝通了嗎 你的進度何在 請局長回答 好 局長到 謝謝主席 也謝謝許議員 一直對我們這個路燈 跟這個路樹的 這個修剪的這個部分的一個關心 他是跟議員做個說明 上次在議員服務處之後 其實我就有回來 也有跟我們養工處 跟我們的局長這邊有做了一些溝通 那其實不只是在跟局長這邊溝通以外 曾經德陳副市長在多次的舉辦的 我們的這個禮跟禮長的這個見面的這個說明會 跟那個會議裡面 其實也都有特別去談到這一塊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我們也有積極在跟我們的養工處 做多方面的一個討論 已經半年了目前的進度如何 跟議員做一個報告 今天其實我們有實地去了解 就是說現在整個修理的這個速度 已經比過去有大幅的進步 但是我們還是會面臨一個問題 就是說其實我們現在把整個合約 回到一個區公所來 還是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目前能夠修的廠商 還是就只有這幾價 所以其實狀況的情形 其實是跌床架 還是會面臨一樣的問題 所以就這個部分 我還持續在跟我們的趙局長 在這個部分我們做一個討論 那另外一個議員可能說到的情形 我也在這邊跟議員做一個報告 其實我們也有去統計一些 我們在原線的一些地方 其實現在比較麻煩的是 有一些黑燈 比如說它其實是不在財產的部分 那過去可能民意代表說 這邊來設幾個燈 其實這個黑燈的管理上面 其實會比較困難 那我在想有可能 是不是反映到的是這個部分 所以局長你的意思是說 可能是之前過去的民意代表 因為我們選民的請託 可能是一下可能那個地方 本來是沒有幫我震懾的 後來因為這樣可能也沒有入案 類似是這個意思 所以沒有入案 也導致說可能後續 如果有需要做一些維修什麼之類的 好像感覺上有點民不正 會有少數會有這種情形 不過剛才就跟議員報告說 我們目前也真的在跟養工處 在做一些溝通 像是不是說 未來能夠下授權力多少給我們 或者這個權責的部分 我們還持續在跟養工處做這個討論 那我們希望就是說 如果我們有個比較具體的一個結論的時候 我們再跟議員做一個報告 那的確我們另外的就是說 我們也有在統計 就是說過去好像可能剛合併的時候 可能議員會覺得修電燈很慢 但是其實我們現在在跟多數的里長 在討論說 現在是不是還有這個問題 那大部分的里長也講說 不會已經比速度已經比過去 已經快很多 速度也加快 那品質也比較好 這個部分的確是我們之前 我最近在整個 在我們的里長這邊 他們回給我們的訊息 局長你先請坐 謝謝 我想你剛剛回答得很明確 但是本席要在這個地方 還是要再次提醒 這個事情 或許對我們民政局來講 看似是一件小事 可是對我們市民朋友 尤其是現在 因為現在的治安狀況並不是很理想 那一些小偷 小妾賊非常的多 那包括有一些婦女晚歸 那現在婦女也不完全是因為婦女的身份 妄歸才危險 男性朋友現在也面臨一個很危險的狀態 因為現在歹徒行凶下手 不見得是針對女性 連男性都有可能是受害者 所以我想我們最基本的 大馬路巷弄的這個照明設備 也是能夠減少我們歹徒下手的一個行凶的機會 可以直接保護到我們的市民朋友 那我希望這個部分有一些可能 比較盲點的部分 當然我們可能需要一些技巧性 來怎麼樣去進行一些克服 那我也希望說未來 我們剛剛特別去提到 可能有一些廠商 可能受限某一些廠商 只能夠維修這些的路燈 那我想其實現在 包括有些國外 也有一些很先進的一些照明設備 台灣可能也有一些很不錯的 一些照明設備 一些創舉性的設計 我覺得這個部分也可以作為參考 那因為我們 我們政府部門還是要與時俱進 還是要進步 如果我們可以找到一些 在維護的過程當中 可以節省時間 甚至是可以省電 減少我們工部門的一些的消耗的電費的負擔 我覺得這是雙贏 所以我們不要因為只有少數廠商 我們因為受限於少數廠商 我們工部門被綁住了 應該是沒有這樣子一個 因果顛倒的一個關係 所以我想就是說 我希望局長還是要搞清楚狀況 我們不能夠因為廠商被綁住 我們是應該廠商要配合我們工部門 配合我們的民眾來進行我們的市民服務才是對的 好 接著我請教一下我們的營考會的諸位 那我想 1999這個專線 是在我們的陳市長 在這個任內的時候的一個美意 他是希望說我們的市民朋友 如果包括對我們的各單位的業務 如果不是很了解 對法令不了解 有任何的困擾 都希望1999 可以帶給市民朋友一個方便性 所以這個等於就是說 有專人可以接聽 但是呢 很多民眾在反映 1999 接聽的人 感覺上素質 專業性 撐吃不起 很多民眾打電話去的時候 假設 這個民眾的問題 可能是在於環保局 可是因為接聽電話的人 他搞不清楚狀況 搞不清楚問題所在 他可能把他轉錯到其他的單位去了 就浪費很多時間 那還有 因為各個局處市裡面 還是有細分很多的科 不同的部門 那所以呢 如果今天我們的1999 這些專線的服務人員 如果他們沒有受到比較專業的訓練 即便坐在這個接線的位置上的時候 還是沒有辦法去在第一時間 理解百姓到底要找哪一個單位 因為有時候百姓自己也搞不清楚的時候 他就需要透過我們的工部門來為他服務 為他分憂解牢嘛 那如果連我們的公務人員都搞不清楚問題所在 我們怎麼樣去替我們的市民朋友來服務 所以 包括很多市民朋友打電話1999去 請教比如說 我們家路燈壞掉了 到底什麼時候可以來維修 我們這個路數已經很明顯影響到 整個 比如說我們的行車一個安全 可能遮住很多的耗置了 包括有很多的路標都已經不清楚了 可是因為我們的1999的接線的人員 這個部分 可能第一個一方面人力也不夠 所以我本期我要請教一下我們研考會的主委 我們1999的這些接線的人員 當然我知道一定是公務人員出身 但是是不是各單位有一個輪流的機制來值班 那輪流機制來值班的時候 這些人要進入到1999來服務的時候 他們到底有沒有先上過 事先的教育 那如果沒有上過事先的教育 他充其量只是一個接線生 什麼事情都不知道 那1999 莫非是我們陳市長美麗的謊言 只是刮一個噱頭 可以給我們市民朋友方便 但是卻沒有達到便秘 反而造人擾民 結果轉了好幾個單位 還找不到問題的所在 主委你回答一下好不好 主委答案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那我們1999 其實目前的人 是在接電話的人 並不是公務員 但是我們臨貴的人 是我們各機關派來的 目前編制有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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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是44人 現在增加為49人 49人 那因為這工作非常辛苦 這是中華電信 招募進來的 所以我要不斷的給他訓練 但是我也必須承認 因為他工作非常辛苦 所以他流動性有點比較高 有些人就受不了 那我們會加強訓練 剛剛那個議員講的那種情況 不過剛剛講到路燈 其實像路燈這個很具體的 我們是有規定 四個小時之內要到場去處理 那最多最多要三天之內要解決 主委 曾經有民眾等了一個禮拜 路燈才修好 而且來的時候 民眾還特別請教那個廠商 那不是這個 譬如說他的材料欠缺 因為有時候 比如說有一些材料 有可能是牽扯到 可能是進口的材質 那這個我們是可以理解的 那如果不是因為材料的欠缺 那今天我們等一個路燈的修理 需要等到一個禮拜 這一個禮拜當中 可能已經發生很多事情了 那我們市民朋友的人身安全 要怎麼樣去進行保障 如果有發生這樣的情況 其實是 所以主委啊 你要求四個小時一定要修護好 四個小時要到場 要到場 好 那問題是我也接過民眾說 反應之後 不但沒有到場 而且是拖了好幾天才來 才來進行修護 對 這些我都有人證的 主委 不是亂講的 是是是 我們在1999 我們接案之後 我們會入案 然後轉交給 譬如是需要公務局 我們就請公務局去處理 那這個東西我們事實上是有追蹤的 但是如果有發生像 議員講的情況 請把這個個案交給我們 我們會去處理 因為這樣其實是違反我們的規定 對 規定歸規定 你說四個小時一定要達到現場 宣言盡你了解 當然事後有時候 盡量縮短我們的工作時間 好 趕快恢復造業設備 然後三天之內要解決 好 這個規定 我打個比喻好了 像前幾天我質詢公務部門 跟我們的公務局的局長 趙局長 我特別去提到 我們一般道路啊 厘清就是這樣點到 鋪設完之後啊 因為柏友的這個 怎麼講 他溫度很高 那他必須要降溫在50度以下 甚至要六個小時以上 讓他這個溫度下降之後 讓整個路面非常的壓實 非常扎實的時候 才可以進行通車 這是規定喔 但是問題是 我們很多公務單位 沒有按照這個規定 鋪設完完工的時候 馬上就通車了 所以我們的道路啊 經常看到 明明是打破好的 為什麼很快又變形了 因為他根本還沒有扎實 就通車了嘛 車子還是又壓過了嘛 所以主委 規定歸規定 到底也沒有落實 上面的人知道嗎 那個跟議員報告 其實我們對於1990的這個事件 是採取最慎重的態度 所以假設有遲到 派工之後遲到 或者不到 我們一定會檢討 所以如果這案件 我們是要送給他的首長去處分的 所以如果真的有這樣的一個個案 請一定要交給我們 我們去調查 那我也經常會看到有人在抱怨什麼的 我們每一件都會很慎重的處理 但是如果有這種遺漏發生 還是發生這種事件的話 請一定告訴我們 好 兩分鐘 謝謝大會主席 我想主委剛剛講得很好 你們都有做一些列館追蹤 但是我也希望這個追蹤跟列館 是落實的 因為有些人在這個報表上面 寫得洋洋灑灑很漂亮 但實際上 敗序其中 禁欲其外 有沒有可能 因為 承辦人員 為了要讓這個案件的數字 比較好看 比較美化 結果有些案件其實 因為有某一些比較特殊的原因 自愛難行 就這個案子啊 就當作不知道忘記了 就把它敷衍了事了 所以本期希望 我們在追蹤這個案件的時候 一定要落實 不要有漏網之魚 我們所有的市民朋友的意見 都非常的寶貴 我希望我能夠提升 我們高雄市政府公務部門 對我們市民朋友的一個服務品質 好 謝謝 謝謝主席 謝謝 那個劉主委 剛才 許議員 請說 他點出那個問題 199啊 你們只有告知那個單位 其實是沒有辦法追蹤 所以我建議 那個單位要是做完 要回報在你這邊 你再通知那個打電話的人 那就完成了 這個流程就很漂亮 再插這個動作 就比較有回報 是有回報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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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比較 少數 那個可以亮 我們 先休息十分鐘 不是 有 有 有